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善说还前面讲了两品 第一品已经讲了 菩提心的利益 第二品讲了忏悔品 实际上忏悔品当中已经讲了 供养 顶礼 皈依等等忏悔 用四个方面 那么为什么叫忏悔者呢 大家应该清楚 因为这一品当中 主要讲的是忏悔 虽然讲了其他的字 但是主要讲的是忏悔 所以叫做忏悔者 第二品我们已经学习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的就是说 菩提心的受持法 受持菩提心 前面有个夹心 这个夹心包括皈依 应该有八支弓 前面也叫做七支弓 那么前面七支弓当中 已经讲了四个字 其中我们今天讲的是随喜之 也就是说 这一品主要宣讲是 受持菩提心 受持菩提心 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前面的 加行讲完了以后 进行受持真正的 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那这里随喜在前面的一些论典当中 也给大家宣说过 所谓的随喜 也就是说 无有任何嫉妒心 别人所作的一切善根 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心 这叫做随喜心 那么别人所作的这种善为 所作的这种行为 一定要生起一种欢喜心 这是根据 俱生论的有些道理来解释 所谓的随喜 也应该这样来理解 那么随喜 实际上我们在大乘论典当中 是相当的重要 比如说 学习《现观众案论》的时候 讲到第二品的时候 有三种修道 修道里面讲的是 圣戒修道 回向修道 随喜修道 那么分别为 首先为生起的善根 就是圣戒 这叫做心戒修道 然后生起的善根不释坏 这叫做回向修道 那么不释坏的善根 越来越增上 这叫做随喜修道 所以这个修道一般来讲 这种善根是从资粮到达 十地 某位之间都具足的 因此我们学习 现观众论的时候也会遇到 作为菩萨的善心 不能离开随喜的 所以随喜在大乘佛教当中 一直宣讲有无比的功德 以前乔美仁波切 在《极乐愿文》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听到别人 行持善法的时候 心里没有嫉妒的恶心 而且诚心诚意地 对他的善根进行随喜 进行随喜的话 那么佛陀告诉我们 这个人已经获得了 同等的善根 所以随喜的功德 的确是相当大的 有关佛经里面的公案 以前也在给大家讲过吧 波斯利王迎亲佛陀应共 当时所得的功德 有一位贫女 她随喜波斯利王 往昔地造善根 那么即生当中 供养佛陀的这些善根 她随喜这样以后 最后佛陀也告诉她 你今天所迎亲的功德 不如贫女的功德 也就是说贫女的功德 远远超过你的功德 因此善根回向于他的一些公案 我们以前也是学过的 因此大家应该 从实际行动当中来讲 随喜善根并不是很容易的 有时候看 这并不是特别困难的 但有时候看在实际操作上 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们自己经常遇到 别人行持善法 别人获得快乐 种种一些善举发现的时候 你从发自内心 没有嫉妒心 没有嗔恨心 对他进行随喜 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学习了 这部论典之后 以后看见什么样的善法 看见什么样的功德的时候 应该改变自己的心态 能不能对他人生起 一个无有极度的善心 这一点极为重要 那么今天所讲的随喜 分为世间的随喜和初世间的随喜 两个方面来讲 或者说以其他一些高僧大德分法 那么随喜又分为 下师道的随喜 中师道的随喜 还有上师道的随喜 也可以说 下品 中品 上品 就是三种不同的随喜 这样也可以理解 那么首先我们 所谓世间的随喜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行乐而随喜 一切众有情 悉苦诸善心 得乐诸福报 意思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从内心当中应该随喜 一切众生 他这里所有的众生 在恶趣当中感受无量的痛苦 让他们在恶趣当中的这种痛苦 尽量早日停止 得以休息 这样的善举 以及让这些众生 获得快乐的果位 获得人天福报的果位 这两点我们进行随喜 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 都有一个因方面的随喜和果方面的随喜 首先世间的因方面的随喜 我们也清楚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些人害怕堕入恶趣 然后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的 唯一办法正在寻找 寻找什么样呢 行持十种善法 十禅定 十无色戒等等 他在行持十善 比如说戒杀放生 或者不说妄语 不邪音等等 做这些善业 做这些善业实际上是 不会堕入恶趣的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人 行持这样的善法的时候 从内心当中 应该进行学习 或者说别人以前 已经造了这种十善业 造了十禅 或者十无色 以及十无量等等这些善法 造了这些十种善法以后 那么即生当中 他就不会堕入恶趣当中 地业 恶鬼 旁生当中 不会要么获得了人身 要么获得了天机 修罗这样的果位 那么我们看见别人 已经享受任天福报的时候 就是对他进行随喜 这一点我们这里所谓的 世间随喜 世间随喜我们平常也是经常遇到 今天看见某某人 已经发财了 某某人已经获得了地位了 某某人今天已经赚钱了 等等 看见一些别人 真的获得了世间的一些福报 在这个时候 我内心当中没有嫉妒心 而对他随喜 这就是世间的随喜 所以我们平时世间当中 也是可能有一些求福报的人 求福报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他们通过一些积累资粮 积累资粮以后有些人发愿 将来获得了富裕的人 有些人将来获得四大天王的果位 梵天 地势天的果位 那么这样发愿的时候 我们看见别人在造这种善意 这是对因随喜 如果有些人真正获得了这些地位 或者果位 那么我们对他进行果方面的随喜 平时我们遇到一些有些人 做高级的一些豪华教持 或者说有些人他就买了一些新的房子 搬到里面去的时候 首先应该进行随喜 并不是口头上随喜随喜 心里面马上想到 哎 他的车很好啊 我有这么样的很好啊 或者他的房子多么好啊 我有这个多好啊 首先我们凡夫人 有一种毛病 看见别人获得了 一种福报的时候 应该自己心里面产生一种 自己获得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非常不好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老板 他说 他一年当中转一亿多 后来我心里面想是 哎 我们学院建立来 给我投资一千万多好啊 然后我心里 马上念头转过来了 虽然我这个发心 并不是我自己吃饭 我自己转 这个的确是没有的 但毕竟是我说 后来我这个念头 立即转过去 哎 这是非常不好的 应该随喜别人的功德 那么随喜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 哎 别人应该多得到 或者更多的 获得得多么好啊 以前我们学院当中 有一位法师 他始终是听到别人有财产 或者看见别人富裕 看见别人有一些身体健康 在这个时候口口声声都说 多好啊多好随喜随 从表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并不是口头上的随喜 实际上这个随喜应该是有身口意 三个方面的随喜 那么身体的话 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 或者说眼泪支流 或者是汗毛树莉 或者说他的整个身体 有不同的一些表情 这就是身体上的随喜 有些人并不是这样 我随喜你给上师发心 随喜随喜你 不是这样的 从身体上也有一个表情 然后从云烟上 真的是要有一些话语来赞叹 赞美他 一定要你这样做的话 功德无量 你是真是了不起啊 等等有这些 然后从心里面 没有任何杂染 非常纯洁的心来 进行生起欢喜心 这就是所谓的随喜 所以我们随喜应该有 身口意 三个方面来具足 有些身体具足 有些语言具足 有些心具足 有可能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平时在随喜的时候 看看真的能不能随喜 尤其是世间当中 我们也是经常看到 世间的一些福报 做一些世间的福德 那么这个时候 一定要发自内心的 不缠辞自私自利的任何心 我和我所的任何心 不缠辞在里面 完全是出于一种随喜的心态来 生起这种善的分别量 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在平时 不管是你到哪里去的时候也好 住在这个寺院当中 或者在外面 搞任何事情的时候 只要听到别人有一个好的命运 有一种好的快乐 获得快乐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 马上生起了这样的一种随喜 这就是我们对世间的随喜 应该叫做是世间的随喜 那么反过来说 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造了一些恶意 心里面不应该有随喜的这种心 如果生起了这样的随喜心 那么我们也同样获得了这种过失 前一段时间有些人说 哎 日本发生地震多好啊 以前对我们中国如何如何如何不好 或者有些人说 阿富汗出现这样的灾难是多么好啊 包括有些佛教徒也是在心里面 或者口里面这样说 这样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来讲 是不合理的 如果别人杀害了别人 然后自己心里面也是 就是有种随喜的话 自己也有杀生的相当一部分的过失 所以我们应该随喜的时候 对一切善法应该随喜的 然后对一切恶法不能随喜 如果随喜的话 自己早要获得了一些过失 而且随喜的对境 很有差别的 有时候我们比如说 对佛和菩萨的善根进行随喜 那么自己获得了相当一部分 不能说全部 因为我们对上等者随喜 获得了一部分 对中等者诚心随喜 获得了同等的功德 对下等者随喜 获得了超越他的一种功德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我们对观世音菩萨 对文殊菩萨的善根进行随喜 能不能 凡夫人能不能得到 真正像文殊菩萨和观世菩萨那样的功德 这是不可能得到的 因为我毕竟是凡夫人 凡夫人一随喜 文殊菩萨的善根 那文殊菩萨一刹那间当中 也是度化众生的善根 作为我一个凡夫人 恐怕是不能得到的 但是与我相等的一个人 在做善事的时候 我对他进行随喜 应该我得到同等的 或者对我下等的 比如说我发了菩提心的 下面的人为了世间八法 而造的一些善根 他就修了佛塔 或者做了一些善事 让我对他进行随喜 那么我就超越他的 因为我是有菩提心来摄持的 所以超越他的善根 也能获得的 因此我们前面为什么是 那个贫富已经获得了 超越波士尼王的功德呢 原因也在这方面 有些人也在这样讲 哎 我作为一个凡夫人 我天天随喜释迦牟尼佛 就可以了 我的善根 跟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一模一样 但这也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在随喜的问题上 争论也比较大的 听说我们去年还是前年 在大凡王坛城 有个老太太 天天都一直在转坛城 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居士问他 你转了多少 他说我不告诉你 如果告诉你 你会随喜我的 如果你随喜 我的功德全部都没了 这也不一定 有时候他的功德 也并不是别人一随喜就马上抢作了 也可能不会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随喜功德的时候 应该分析 有些人说 我什么放生 做什么事情 我们在圣证的时候 有一些居士也是提出这个问题 我放生 每天随喜都可以 一分钱都不出也可以 我只要随喜 别人放一百多万也是 我获得同等的功德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基本的一些行为 或者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都是光随喜 你随喜有没有这种能力也不知道 比如说 你真正让你自己做 所谓的随喜 自己心里是非常纯洁的 没有任何烦恼的 那么这种随喜 有没有这种能力也不好说的 因此所谓的随喜 获得同等功德 也有一些界限的 而且自己亲自造一些善业的时候 当然这个功德 应该是超越一切的 所以有时候佛陀告诉我们 同等的功德方面 应该有需要 值得剖析的 在哪些情况下 获得同等的功德 在哪些情况下 获得超越对境的一些功德 在哪些情况下 只得了一部分的功德 所以佛告诉我们 随喜也得同等的功德 这些问题上我觉得 大家应该需要分析 刚才这是我们对世间的善法 做随喜的功德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读出世间的善法 出世间的善法 两个方面 一个是中世道的 善根的随喜 还有上世道 或者说我们前面的善根 叫做随福德分的善根 那么后面随解脱分 随解脱分也是 自己获得解脱分的善根 成为阿罗汉的善根 然后获得菩萨的善根 分两个方面也可以讲 第二个是这样讲的 随喜即善心 必为菩提因 随喜总有情 失陀轮回苦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随喜 随喜的对境 包括有因和果 两个方面 那么首先是随喜因 也就是说 我们欣然随喜 在世间当中 造 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善法 获得缘觉果位的这些善法 我们一一地随喜 那么这个叫做是因随喜 然后我们如果随喜 在世间当中 获得了缘觉的果位 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从果位方面来随喜 那么这个叫做是果随喜 所以当然这个随喜应该清楚 作为声闻行人 在整个轮回 看着火坑一样 首先对整个轮回 有着强烈的出离心 有了出离心以后 自己要受持别解脱的清净戒律 然后抉择任我的间谨 如果是缘觉的话 在这个上面 也是有一些法无我的部分 然后自己进行修持 修持死地 然后修持十二缘起等等 最后获得了自己的果位 但是我们在 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如果别人修持十二缘起 抉择失地 或者说受持清净 别解脱戒律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对境 对他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也就是说 重视到对因法的随性 如果我们世间当中看见一些 有些人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有些人获得了缘觉的果位 就像佛陀时代的时候 有关公安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很多佛的眷属 马上获得阿罗汉的果位 这种显现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把它当作作为对境 这个比如说佛陀的眷属 某某已经今天获得了 依赖果 无赖果 不赖果 阿罗汉果位 非常高兴 多么随喜啊 心里这样产生 这是对果法方面的随喜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现在也是这样的 虽然真正的一些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果法期 已经过了 这样以后真正获得阿罗汉果位 获得缘觉果位 现在并不是很常见的 但是现在在这个世间当中 也是行持获得自我解脱的 这样的信任非常多 不管是修密法 修显宗 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 这样的修行人也是相当多 行持这样的法门的人 也是相当多 我们把它当作对境 对他生起欢喜心 这就是种世道的 因和果的随喜心 所以我们平时 包括看见一些像 斯里兰卡 或者说一些泰国等等 一切小声行人 他们也是拖拨花园 受持别解脱戒等等 他们这样的 非常庄严的一些威仪 那个时候我们从内心当中 应该生起欢喜心 或者说一些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当中 很多的一些出家人 居士 国务布施 或者是受八观载戒 受比丘比丘丽戒等等 这些都是获得了 小乘果位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对他的功德 进行随喜 所以这一点 平时也是很重要 看见别人做善事的时候 自己内心当中生起欢喜心 不仅是受持别解脱戒 别人真的行持帮助别人贫困的众生 或者为上师做事情 为众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发自内心的 就对他一定要生起欢喜心 可是现在很多人 也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两个人 对上师做事情 然后互相不高兴 开始那你来做吧 那我来做吧 互相说的时候 随喜随喜 结果这个随喜真的 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的谜意才能解开 原来并不是真正的随喜 我前一段时间 遇到了一些人 啊 上师你老人家身边 有别人这样做的话 我非常随喜 非常随喜 我当时真的以为 他随喜的 后来 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好多行为 好多摩擦 就开始发现了 后来 哦 原来的这个是不了意的了 不是真正的随喜 有这种发现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真的随喜 如果心里面 实在是不能随喜 我觉得口头上 也不要说好话 要欺骗很多人 没有必要的 因此真正为上师作业 为三宝作丝经 随喜的时候 从内心当中应该随喜 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现在真正的 看到一些阿罗汉 或者看到一些独觉的果位 如今在这个时代当中 有没有 也是不是特别的轻辞 不过以前那个显华上人 他宣讲《妙花莲花经》 随喜功德品的时候 也讲了一个公案 说是 有一个阿罗汉从印度到汉地 在路上看见两位童子 在虚空当中 显示身边飞向飞来 飞来的时候 他当时 这位阿罗汉也是 显示身边 让他在虚空当中 顶住 不能走动 然后问他们到哪里去 问他们到哪里去的时候 他说 中国有华严菩萨 我们准备取出他的牙齿 到印度去 在文殊讲堂里面供养 所以准备取华严菩萨的牙齿 后来说完了以后 他就把它放了 放了以后 阿罗汉到了长安 当时中国首都 应该是在长安 当时阿罗汉告诉国王 国王的过失 七年过失 七年过失已经圆寂 原来《有关记者》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七年过失 有四十颗牙齿 后来当时他的棺材里面 一看有两个牙齿都没有了 说明后来人们都称他为 华严菩萨的华生 七年过失 华严菩萨的华生 也有这种说法 从这个公案照度来看 当时在七年过失的那一个时代 你现在也不是很远的 在那个时候 也有出现阿罗汉 去 我看大概是十年前吧 十年前新加坡有一位法师 他也说 他已经获得了无奈果位 他一直这样认为 但可能也是 不知道真正还是假的 也不太清楚 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见别人获得阿罗汉果位 或者说别人 行持这样的善法的时候 一定要从内心当中随喜 就是随喜 那么这里也已经讲了 刚才必为菩提因 菩提是指的是身为缘觉 都称为叫做菩提 那么菩提的因 我刚才也讲了 行持十三法 或者说修缘起 这些善根 全部是行持菩提的因 我们要随喜的话 这叫做因随喜 然后如果我们随喜 远离了整个轮回 获得了身为缘觉的果位 这就是过随喜 就过随喜 因此这就是所谓的 忠实道的随喜 那么下面讲 上师道的随喜 随喜佛菩萨 佛子敌诸果 业佛乐随喜 能与有情乐 发行佛善害 记住饶益心 他这里也是 对大乘菩萨的 善根进行随喜 当然大乘菩萨 包括佛陀的无量无边的功德 菩萨从一地到十地之间 无量无边的这些功德 全部是从果无面的功德 那么这些果位 我们也应该一心一意地随喜 比如说在这个世间当中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妖师佛等等 无量无边的佛陀 也是出现 他们每一个佛陀 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我们对这些佛陀的 功德善根进行随喜 然后世间当中 从一地到十地菩萨 像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大势之菩萨等等 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那么这些菩萨的 每一刹那当中 利益众生的行为 也是无量无边 他自己的功德 也是无法演说的 所以这些 我们也应该值得随喜 这是从果方面来随喜的 然后从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没有任何嫉妒心 心欲 随喜 发心什么呢 与所有世间的众生 带来快乐的 如大海一样的菩提心 这是从内心方面来讲的 然后对所有的众生 不但是对他们帮助的发心 而且实际行动当中 行持十时的六度万行 那么这是行为方面讲的 所以这是从因的角度来随喜 因此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获得了佛菩萨的果位 有无数的大德或者圣者 那么这个内心当中 也经常这样随喜 我们有时候应该自己 不管念诵或者修什么法 在世间当中 有无数的诸佛菩萨 我们对他果位的善举 也生起极大的随喜 然后有些 虽然没有获得菩萨的果位 但是他正在发菩提心 生起了真实无畏的菩提心 那么产生了这样的心以后 在他的实际行为当中 也一定会帮助众生 饶益众生 那么他的心和行为 我们也应该值得随喜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最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的善根 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佛陀在《戒际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说三千须觅可乘量 随喜善根不可乘吧 不可量 意思就是说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 虚觅善变成极小的微乘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乘量 一个一个地可以衡量 但是发了菩提心 发了随喜的这种善根 任何人也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因此有时候 真正不可思议的功德 唯一的大乘随喜才有的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 随喜对别人的 随福德分的善根随喜 也是一种功德 随解脱分的一种 身为缘觉的善根进行随喜 也是一种功德 对菩萨的因和随喜 也是一种善根 但是这个善根当中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们把随喜的对境 当作诸佛菩萨 或者说诸佛菩萨的 发心和行为 这个作为对境而随喜 那它的功德 的确是无法衡量的 一关随喜的一些功德 比如说《华严经》当中 以微诚来比喻 也宣讲了特别多 《法华经》当中 主要宣讲随喜听闻 《法华经》的一些功德 专门有一个随喜功德品 这当中也已经讲的比较多 我们《普贤行愿品》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十方所有一切种 二乘有学及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大概也讲了我们 以上所讲的所有内容吧 意思就是说 一切众生的善根 我们也要随喜 世间的声闻缘觉 有些无学道的善根 也要随喜 世间所有佛和菩萨的善根 我们也要随喜 那么这些功德随喜 实际上随喜的内容全部可以包括 因此我们口头上谁都会说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但实际上 我们随喜的对境是什么样的 那么当你生起随喜心的时候 心态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这些一定要分析 所谓的学习佛法并不是说 光是从它的名称上 能说得来而已 我觉得有些人真的 没有好好地学习佛法 所谓的随喜也是 到底真的修不来 真的看见一些别人 行持善法或者别人真的获得快乐的时候 心里面始终有一种 说不清楚的不高兴 这样不太好 别人考得一百分 那个时候你应该随喜 啊 多好啊 我得零分 别人得一百分的时候 应该高兴 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同事 你原来是在一个单位当中出来的 结果别人赚了一百多万 你不但是不赚钱 反而亏了很多 在那个时候多么高兴 别人再多赚一点 再多赚 千万不能想想 别人赚得那么好啊 我多赚一点 多好啊 别人再不要发财了 让我应该发财 三宝加持 保佑保佑 如果这样想 真的有时候随喜 很不容易 前一道是在很多地方 也是请一些上师 还有一些寺院开广等等 有些做了很多善事 我都有时候 观察自己的心态 有时候自己随喜的 也很不错的 有些高僧大德 到了各个地方去 给很多无名愚痴的众生 宣讲一些佛法 让他们懂得取舍的道理 听到这种善举之后 心里面真的生起了一种随喜之感 哎 觉得多么好啊 有这种感觉 那么有些上师 说是一些功德 但是到底能生起随喜 还是生起邪见 也不知道 昨前天他们说 在某某地方开了法会 请了一些 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上师 但是上师必须要交 七百块钱 五百块钱 只有五百块钱 七百块钱 他可以给你宣讲大圆满 马上证悟 他的弟子也要交多少钱 别人叫我随喜 你看你一定要随喜 但我心里面 一直是随喜的心 生不起来 我想是所谓的证悟 依靠钱来买的话 那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大富翁 应该很快很快就证悟了 在别人的手里面几百块钱 并不是很容易的 但对佛法有利还是有害 有时候也是不好说的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 有个别的一些人 有些是随法者 有些是随行者 随行者 别人听到什么 啊 这个是很了不起啊 这个是如何如何的话 根本来不及观察 就马上去医治 有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 去观察 然后觉得真正如理如法 采取医治的 所以有时候也许是 我的智慧浅薄 有原因 有这方面的关系 但别人的随喜有时候真的觉得 非常了不起 不可思议 心里面生起 欣然快乐 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不管怎么样 我想无论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作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对佛法应该有负责任 然后传授佛法的这些人 也不应该为自己的利养 为自己的名声 我看下次很多上师 该有的已经有了 不管是财产上面 名称上面 什么都拥有的 已经有了 然后再对佛法一点的不负责任 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今生没有报应来时肯定有 所以应该 无论你是什么上师的华士 什么上师的代表 应该对因果负责任 这一点我觉得 也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们有些修行人 看看对众生有没有意义 对佛法有没有意义 对自己有没有意义 如果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人们 可能有部分的人赞叹你 随喜你 但实际上有没有功德 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功德随喜它 也没有什么用的 山沟里面的水 哗哗哗在想 我就随喜 水里面的水声那么大 我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这个到底是功德 还是果实 我也说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大家也应该 值得观察自己的行为 好 下面我们已经讲完了 随喜的功德 下面《七之功》当中 讲第六个问题吧 也就是说 轻转法轮 我与十方福合障称七亲 为苦火密众 燃粮正法等 他这里已经讲了 我对十方所有的福和菩萨面前 合障恭敬而七亲 七亲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可怜众生 他们被 无名烦恼的黑暗遮蔽着 然后给业和业火 业力的顺缩 一直困扶着 就一直束缚着 一直躲在特别可怕的 轮回的深渊当中 没有点亮 或者没有引导正法的话 那么始终都是没有在轮回当中 获得解脱的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在眼前看见 有无数无量的众生 缺乏了正法 缺乏了善知识 缺乏了真正转法轮的这些尊者 所以说 我们为了利益这些众生 在所有的十方 诸佛 菩萨面前 应该恭敬地祈请 让他们一定要转法轮 以前从历史上看也是 当时释迦牟尼佛成就以后 后来他就不说法 在七七四十九点当中不说法 而前往临终的时候 地试天和梵天 然后供养各种供品 而轻转法轮 后来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洛业园转四地法轮 开始转了八万四千法门 从此之后 在我们佛教历史上 也是有一个不共的缘起 那么每一个善知识 他对各个弟子 或者有些弟子 生起厌烦心 或者有些上师的 一生当中的事业圆满 之后没有转法轮的时候 依靠一些具足因缘 具足 善缘具足的一些弟子的请求 他也会转法轮 因此如果世间当中 有佛陀没有转法轮面前 我们也要齐轻转法轮 这样功德相当大的 如果有些上师 没有转法轮 我们一般来讲 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师面前 如果有些上师 真的显得对众生生起厌烦心 在这种情况下请求转法轮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是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也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老师 下面有些学生没有任何兴趣 没有祈求他 他不一定要讲 因此佛法也是同样的道理 上师自己印一些法本啊 你们过来啊 我今天给你们转佛上的法轮啊 这样一方面好多下面的弟子 对法不重视 没有他的珍贵心 如果上师稍微有点客气 或者我不想转法轮啊 我不给你们穿啊 在这个时候好多弟子们 就在恭敬的起请 恭敬起请以后 上师也愿意宣讲 所以一般世间 也有这样的一种缘起 有这种缘起 因此我们在以后 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 自己觉得是 具有法相的一些善知识 不转法轮的时候 一定要起请 这很重要的 堪布根和尔在讲义里面也讲了 如果具有一些高僧大德 在他们面前 就是祈求转法轮 祈求转法轮 那自己生生世世 会遇到正法的光明 就是不会生生世世当中 不会堕入邪见的黑汗当中去 所以有非常大的功德 因此我们包括一些 老的一些善知识面前 我觉得是 转法轮很重要的 原来我们寺院大概是 要接近八十岁的一个老喀布 然后当时我们请求 让他传一部法 后来他传法的过程当中 还是大家都生起极大的信心 他虽然已经接近八十岁的人 但是里面的教证 理证 以前上师的窍诀 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后来我们有些人问 上师你老人家讲得那么好 你为什么每天 都是不给别人传法轮啊 他说 没有人讲 我讲啊 我也不好意思 没有人叫我讲法 所以没办法 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 非常可惜啊 现在众生是那么缺乏 但是有些善知识 真的让他住在那里 一直不请求转法轮 有时候非常可惜 所以以后自己有能力 给别人转法轮的话 自己应该可以传授 我们有一个道友 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首先打电话 我要不要给你们讲一个佛字心啊 别人说 什么是佛字心啊 到时你们听了才知道 我要不要给你们讲一下 别人也可能没有接受 还是什么样的 不太清楚 有这种说法 那么以后你们也是说 我要不要给你传法 如果这样去 可能谁都不愿意听啊 你说我不给传 我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教言 但是我不愿意传 那么很多人 拿着哈德 一定要给我宣讲啊 你的窍诀非常殊胜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以后在一些 具有法相的三知识论前 应该祈祷转法论 这是第六个问题 那么第七个问题 讲 他这里说 如果佛陀示现涅槃 看见一些众生的福报 已经尽了 那个时候 佛陀显示涅槃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生前 合掌恭敬的祈祈 让佛陀千万不要涅槃 一定要长久住世 并且不要舍弃 世间当中有 无数可怜的迷乱众生 一定要救度他们 一定要度化他们 应该这样想 以前从佛教历史上讲 也是佛陀显示涅槃的时候 当时春陀有婆司 在佛陀面前进行祈祷以后 后来有些历史上说 三个月当中没有显示怨戒 有些四个月当中 没有显示怨戒 后来有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是讲过吧 大概他老人家是六十七岁吧 六十七岁的时候 都这样说的 我的宿命本来按以前的 一些佛藏大师的手机 基本上六十六岁 或者六十七岁的时候 跟麦彭仁波切同水 那个时候应该实现怨戒 但是很多僧众再三齐情 所以我依靠我的 幻化城而住在人间 后来很多年当中没有实现怨戒 是依靠大家的祈祷 有很大的必要 所以我们看见一些善知识 趋入涅槃 或者是要接近涅槃的时候 在他面前实现 一定要祈求 长久 住世 但有时候也没有必要 有些上师稍微身体不好 稍微有点感冒了 头痛了 然后一群弟子 马上拿着长寿火 长寿金 哎 上师你不要死啊 你不要死啊 这样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不管是一个上师 有点感冒 一点不舒服的话 不一定马上要真的死了 所以有时候有些几个气情 有些气情应该要掌握分寸 好 今天讲到这里吧 有点czap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